第七章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第七章 轮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可是,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国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国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务,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是丈夫有 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而是妻子有 你们切不要彼此规附,除非两双情愿,暂时分房,为尊慕祈祷 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免得撒但因你们不能折制,而誘惑你们 我说这话,愿是出于宽容,并不是出于命令 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 有人这样,有人那样,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特别对寡妇说 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像我一样,为他们祷好 但若他们折制不住,就让他们分嫁,因为与其肉火中烧,倒不如结婚为妙 至于哪些已经结婚的我命令,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命令,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就应该持身不嫁,或是仁与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对其余的人,是我说,而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他 倘若某妇人有不信主的丈夫,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性结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性结的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是不结的,其实他们却是性结的 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就由他离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兄弟或姊妹不必受拘束,天主照叫了我们原是为平安 因为你这为妻子的,怎么知道你能够丈夫呢? 或者,你这为丈夫的,怎么知道你能够妻子呢? 此外,主怎样分给了各人,天主怎样照选了各人,各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 这缘是我在各教会内所分事的 有人是受割损后蒙照的吗?他就不该掩盖割损的记号 有人是未受割损蒙照的吗?他就不该受割损 受割损算不得什么,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只该遵守天主的戒命 各人在什么身份上蒙照,就该安于这身份 你是作奴隶蒙照的吗?你不要介意,而且即使你能成为自由人 你也宁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 因为作奴隶而在主内蒙照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同样,哪有自由而蒙照的人,就是基督的奴隶 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切不要做人的奴隶 帝兄们,各人在什么身份上蒙照,就在天主持安于这身份吧? 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只就我蒙主的人词,作为一个忠信的人,说出我的意见 为了现时的急难,依我看来,为人这样倒好 你有妻子的束缚吗?不要尋求解脱 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不要尋求妻失 但是你若娶妻,你并没有犯罪 同女若出嫁,也没有犯罪 不过这等人要遭受欲身上的痛苦,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 帝兄们,我给你们说,时限是短促的,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 哭一的,要像不哭一的,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 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世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累 没有妻子的,所挂累的是主的事,想怎样乐乐主 取了妻子的,所挂累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样乐乐妻子 这样他的心就分散了 没有丈夫的妻子和同女,所挂累的是主的事,一心是身心性结 至于已出嫁的,所挂累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样乐乐丈夫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而只是为叫你们更齐全,得以不断地专心事主 若有人以为对自己的同女代的不合宜,怕他过了少还年龄,而事又再必行,他就可以随意扮理,让他们成亲,不算犯罪 但是谁若心意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而又能随自己的意愿处置,这样心里决定了要保存自己的同女,的确作得好 所以,谁若叫自己的同女出嫁,作得好,谁若不叫他出嫁,作得更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束缚的,但如果丈夫死了,他便自由了,可以随意嫁人,只要是在主内的人 可是,按我的意见,如果他仍能这样守下去,他更为有福 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